來加拿大沒有姐姐? 累死人嗎? 來加拿大沒有車 就是沒有了我雙腳 香港的朋友 來加拿大之前一些負面的想法 我們就去跟大家說說 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我雙腳 Hello C加加四個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C加加四個 很多的朋友分別準備 或者來了加拿大 我們來了差不多兩周年 都發現有一些 那些叫什麼 迷思 迷思我聽都沒有聽過有這樣的字 有迷思一定有 迷思 是嗎? 是 不單止來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我們從小到大都在的一些想法 講清楚前 大家有說加拿大不好 有啊 是可以訂閱的 我們私家加四個的原意 創立原意 就是打過籌集機 打過籌集 打過籌集 收穫的投資 做家務都做死你 還要上班 很快回答大家 是 因為我們家裡真的多小朋友 我一個人 每一天做到的事情都有限 所以我們兩夫妻都逼著 要嘗試找些幫助 找到之下 發現的 起碼有兩件事 請一個 Live-in-nanny 即是住在自己家裡的 真是貴的 貴香港 四倍 八倍 我們其實來加拿大之前 是有找了一個 Agency 去問過 基本上就跟她說 我在香港的Live-in-nanny 由幾多點到幾多點 期待她在幫忙 一至六 香港姐姐是星期日放假 她說跟回公司 幾多個小時 是計算最低工資的 然後 那數小時 就要計算1.55的 日常的薪金 她幫我計完 不計其他 你包她吃 包她住 那些 medical insurance 什麼什麼 都要三萬元港幣 二萬美三萬 在說疫情之前 現在是沒有的 所以要給七至八倍的價錢 去做 還有 都沒有 第二 其實也有很多人 他們是 不工作 一個Agency 其實他們就這樣 是 available 也有很多 其實是 around 退休年齡 或者 現在已經退休 但又可能覺得悶 又或者想賺少少少 income 他們自己心目中 有一個 hourly rate 他是願意上門去 幫你清潔也好 煮東西也好 看小朋友也好 接散工作 收錢 這件事一定要準備得很好 就是 除了你是不是有沒有錢 還有這邊 很講那個 working hours 和人權 講了做那麼多 hours 他真的跟你就關機了 就算進入的話 其實也沒有什麼分別 除了你有錢 你還要不要 expect 像香港的姐姐 會這樣去做 我們姐姐 都是額外做的 沒有收錢 例如凌晨 我們生那麼多個 最小的那個 他醒了 有時候會哄一哄小朋友 這些又怎麼算呢 他生日 我切蛋糕 吃飯一起坐 那凌晨又會幫我們 做多一點點的事情 就是在一個這樣的關係 我不知道這裡 是否可以隔開 你過了working hours 就給1.5 是很正常的 這裡是很 blunt 是很 rigid 千萬不要用香港風格 如果你要香港風格 價錢就會用得很貴 天價 你香港好像是落字白的姐姐 過不了自己的關係 要不就有兩夫妻 一個是在家 要不就上班的時候 就給外母 要不就最多做的 就是擺day care day care 完了就加課外活動 3個小時到6點 7點抽 是沒有姐姐的 但是你的小朋友 可以擺在一個地方 一起去玩 來加拿大 沒有車等於沒有腳 嚴格來說 是 你沒有車 就有一點點 就像自己運了自己 在自己的家裡 除非你特意找一個 走到一個plaza 或者一個shopping area 的地點 絕大部分 你找到一個屋 或者apartment 點和點 隔太開了 你真的不要期望 你可以走到很多地方 巴士都有的 很多的 例如學生 很多都會搭巴士 但是呢 一定不會可以 遇到很多地方 不像香港 有巴士小包 哪裏這麼偏僻的地方 都可以去到 真的沒有了一隻腳 對我來說 沒有兩隻腳 我也說一下 哪些交通工具 首先 你是去一些地方 真的有人搭巴士 搭subway 上班 你很肯搭巴士 你厲害 你可以到這邊 搭Uber 和搭Lyft 也很快 但是你是這樣想 你的老婆就是這樣想 或者你們兩個老婆是這樣想 你帶了父母來 你不是這樣想的 對於這個人 沒有車 和要這樣搭巴士 他不會喜歡加拿大 這裏的文化就是 點對點 全地球 最多都是這樣的 是香港 或者是真的好市中心 他們住在多人多 Downtown town 都還可以這樣 但是其他地方 很多都是有車的 馬來西亞都是點對點的 我都沒有去的 馬來西亞 搭過subway 所以有車是有個重要性 現在的計劃 現在的計劃 好滿的 傻家嗎 2 2 是Depends 我們覺得不滿 為什麼呢 看看你喜歡做的是什麼 和朋友聊天 有聚會 去旅遊 向往的是這些 生活風格 就會有很多選擇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在加拿大 很多 都是 和朋友 和家人一起去 享受的 和天然 對 和家人一起去 南桂坊 很多不同的地方 餐廳 吃最貴最美的食物 如果你是喜歡這樣 就好像香港會多選擇 朋友做例子 可能你都認識他 他港假日很悶 在未結婚之前 因為他的生活習慣 就是逢一至日 差不多兩至三晚都是去南桂坊 心屈差不多到場所了 他有這個dive style 我猜就是 比如他在香港很近的 很窄的範圍裡面 有很多食物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歡這件事 是真的沒有什麼 但不是說沒有那些 沒有那些 沒有那些 喝酒的地方有很多 不過你的朋友不在 是不是和一群朋友去都很重要 你去到裡面 難道一個人喝酒嗎 你一定是有朋友的 所以我覺得最後就是你的社交平台 另外一個就是 可能你也見過Kerry 她很喜歡護衛活動 Instagram每個星期都去 surfing 遊船河 Wakeboard 她過了來都沒有問題 因為她本身喜歡外地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很悶呢 這個就是看看你的生活風格 但我覺得 生了兒子之後 或者人大了之後 是越來越 tank to去加拿大 這個生活多些 HAPPY VOLA 我覺得是頭痕了 就是我希望有氣有力的時候 Covid 快一點去多幾個地方旅行 就是這樣 如果十幾歲到二十幾歲 想回自己是那個年紀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回了香港發展 你是留在加拿大 你會不會以為自己覺得好悶呢 是在商業上的 在生意和事業上 我整個生活風格都是 我以為20歲就是 拼博 對 拼博的 那十年你都不讓我拼博 還敢推做什麼 又是這樣 回家 二 就算你博 博也未必會加薪 因為那個風格也不是這樣 博加薪也會照顧你 我又未結婚 又未生孩子 所以我覺得 我來講 拼博十幾年我就是在香港 現在就回到加拿大 我不知道十年後會變 不知了 一生到小朋友 很多你的精神和娛樂 都是給小朋友 例如燒東西吃 一群家庭在那裡 20歲我沒有想著行山 28歲我走一山 我覺得他講的那件事 其實都延伸了我們 所謂悶的角度 其實一個人的生活中 他覺得是精彩還是悶 有很多的範疇 那個階段 三十歲前 焦點是在自己裏面 或者去認識朋友 找到越多朋友越好 越多工作機會越好 或者做越多商機越好 找拍拖的時候 真的有點愁 如果在那個階段 定義精彩 可能很多人就會 相比一下 覺得香港的生活 各樣東西都精彩一些 即我是黑銷售的 即是你一生了兒子 你是沒得選 你明白嗎 即是誰更重要 如果生了兒子 你覺得小朋友更重要 對於他來說的精彩 就一定是 我覺得當然是加拿大 我覺得 有很多人都會 用他香港的經驗 浮入這裡 如果我八、九個月 都要這樣捱冬天 我不行的 我受不了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只是在香港才怕冷 因為香港是沒有 Central Heating 在加拿大 溫度可以去到很低 所以沒有一個 內地的地方 是沒有Central Heating 我們現在是冬天 我們可以短褲 我喜歡的可以不穿長袖 香港行不行嗎 冬天可不可以不穿長袖 我想你香港的人在看 你一定有試過 加個暖墊才睡得著 一定有 反過來問 我去馬來西亞 去香港 說很熱的 答案是 只不過你是去 可能是外出 去拿車的時間 或者 香港最大問題 就是你避不到 因為你搭車 如果你沒有車 要搭車 剛才的問題就是 這裡去車的時候 車入商場的時候 會太熱 或者太冷 有幾個錯誤的 我都說 這邊 算上風暑和濕度 Halloween 差不多時間 直到2月 3月 即現在3月 我錄片的時候3月 這段時間就叫冬天 真的有雪 那些草 看不到綠色才叫冬天 對 這段時間 我想有七成的時間 不會冷得過香港的冬天 我覺得 它所謂0度 或者下雪的-3度 香港的3度 或者5度 我也是差不多冷的 感覺 傻的 香港那些冷是濕度 吹到直寒的 還有 你寒完之後 打算去拜年 你去別人家裡 都是無暖氣的 都是一直在冷的 但是真的有個情況就是 加拿大的冬天 有時候真的 接著風出很冷的 東風 北極吹過來的那些 就負十幾 我覺得又不是時間那麼長 對我來說是 一個特色 就是Manager 在加拿大這樣 要準備就是要橙雪 還有你要有那些耳朵 還有手套 因為你 別的地方不冷的 但是它那些冷這些 都會要小心 第二 因為冬天下了雪 就算你不怕冷的 會限制了一些活動的 我一站出來知道 不要玩水 譬如這裏的夏天短 其實是炎不熱的夏天短 炎不熱到你可以游水 是不冷的那些夏天就短 六月到八月 還要不是兩個月都是炎不熱夏天 你要炎那十幾二十天 很熱就馬上跳進去游水 就馬上跳進去游水 不是沒有了活動 是要做其他活動 譬如明天我們去看工業樹 就是這些時間去看 那畫Toborgan 你的活動會轉了 簡短的答案就是 不懂得回答 我猜是有種族歧視的 首先我聽到一些種族歧視的故事 會覺得美國多很多 加拿大我自己個人 是沒有遇過的 Racid 意思是 是你天生 Born with this color skin 所以你能力上會受影響 這個叫Racid 但是有幾樣東西 就是你一般來說 可能過代來講英文不好 你講些笑話又不懂 或者是剛剛上的那些語氣 又不懂得聽 那你會感覺疏離 不關你的肌肉的事 有些報告種族歧視 我覺得我們自己誤會 還有可能會拿這件事做Defend 我剛剛一個黃皮膚的人 去說你不戴口罩 你拿出口罩告訴我 你罵得厲害的時候 是種族歧視嗎 是不是 他沒有說任何東西的 有機會 如果說 那這些就是種族歧視 那我就沒有遇過真的種族歧視 那我想說 英文好還是不好呢 符合一點當然好一點 但是你肯不肯開放去講 其實不太講文字的 那譬如我們香港 跟一個人聊天 都不會很介意 那但是你怕到好像生氣 很惡啊 那樣子 那別人當然要走開 那那些呢 就可能會有些 其實有些自己產生一些誤會的 我覺得 你今天要學英文 又不是我沒有語 就不開心啦 不學英文 是不死得 生活到 都開心的 不過 知道有很多 在加拿大生活了很久的華人 真的都不講到流利的英語 甚至可能聽都未必聽到一半的 你可以是生活到的 始終呢 這裏華人夠多呢 就很多華人的招呼市場 這二十年越來越不需要 這個生活圈 買破菜 什麼都可以講廣東話 完全不講中文 韓國語什麼都可以的 但你既然人踏足在加拿大 是的 我們這年紀 都還有半世人 你的小孩 你想運在一個華人圈呢 要享受 這兩個文化混在一起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覺得呢 你在另一個地方生活呢 好處就是 令你開眼界 那如果你來到加拿大呢 只是想找回 懷人的東西 真的很浪費的 我們明天在家裡 帶小孩去看看 豐葉的樹汁 怎樣去收集 怎樣去煮成 一個豐葉糖漿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製成品 就是想去體驗這些東西 但如果來到這裏 是 你是生活到 不需要學英文 不需要去做任何 加拿大人要做的事情 就真的浪費了 最後都是會有這個文化的 例如認識的朋友 家庭呢 都會帶你去摘車來紙 套勞 我反而覺得有小孩 就必定做 沒有小孩 我真的很有興趣 每天起床打機 看Netflix就算了 所以看你的目標 就是想怎樣 好 今天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還有任何的 一些迷思 都可以在樓下留言 你有問題 或者是初來報道的 我相信留言 都很快 答得比我 9秒9 就馬上回覆了 所以都很感謝 一直看著 施加加四個 你的頻道 正正就是剛才說的 我一直在經歷的事情 有些我不知道 有些我知道 那我們一起跟大家分享 你也跟我們分享 所以跟大家分享完 記得到最後 我們的選擇 都是來加拿大 剛才的分享 是如果有一種 或者多種 或者全部東西 都對你很有影響 你就要考慮 或者在過來之前 大家可以做好準備 我就是被BB 扯斷了一條線 我到最後 加拿大 先給大家 呵呵 這麼怪 那私家加四個 就是這樣 繼續有移居 臭仔 生活 講英文 跟大家繼續分享 記得訂閱 按讚 還有有什麼補充 留言 下次見大家 拜拜 好 爸爸 媽媽 爹 姐姐 喂 姐姐啊 吃焦 好像有狗仔一樣 以前 有功 嗎 好 有功